Good morning,大家早上早 今天还是一样 我们进去我们的 Precable Grammar 我们的基础语法练习 我们今天进入了 第40场直播 第40场直播 在我们的 老师写的这个教材 基础英语的语法 我们现在第77回 当然直播的话 有什么在基础语法的进度 有时快有时慢 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延续我们的 昨天的章节 在动词这个地方 在动词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一个练习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绕到这个动词 记得我们动词 有所谓的动词事态 英语 很多不同的类别的词 词性不同的话 像动词的话 就是动词事态 动词事态这个地方 大家要小心一点 当然动词是有分规则变化 以及不规则变化 我们现在 现在式的话 是没有这么大的差异性 最近我们有教怎么去写这些 问答句 答案 今天我们继续下来 继续延续 在我们的 老师写的基础语法 这个地方 基础语法的话 是差不多是两 差不多是两年两年前 我们有退一波 好我们把这个电子的白板 把它打开来 我们来看 昨天我们已经在做这个练习了 我们来看第六题 Are you and James students Are you and James students 如果你的英语不是很好的话 可以看看这种提醒 首先我们来看 这边打了一个问号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 它这是一个yes no的一个问句 yes no的一个question pattern yes no question 翻成中文的话 就疑问句 疑问句的话 它得到了一个答案 你用这样子的句型去问的话 它一定会有个yes或no的一个答案 所以我们看看 Are you and James students 这时候我们想把它这个对等主词 students写进来 students写进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you and James 跟我们的三人称 Jim 名词单数的话都是归在三人称 名词负数的话 就是负数人称 所以Are you and James students 如果我们把这个逼动词移回来的话 You and James are students 如果移回来在这个位置 移回来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b动词放在这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simple b句型 我们典型的simple b simple b我们就翻为简单 b 简单 b simple b 像这样子的句型 我们就叫simple b 就是我们讲simple b通常是用来做什么的 它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它就是一个主词 透过b动词 然后等于对等主词 这边写个等号 这边写个等号 举例来说 在英语来说的话 我们讲1 and 1 is 2 等一下 1 and 1 is 2 1加1等于2 所以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讲英语的数学 怎么讲 1加1等于2 你可以1 and 1 is 2 或者我们讲标准的加法 1 plus 1 equals 2 对不对 也可以这样讲 1 plus 1 equals 2 1-1等于0的话 1 minus 1 equals 0 乘1 multiplied by 1 equals 1 1乘1还是1 这个意思 1 divided by 1 1除1 所以这个意思 所以当然比较更简单的讲法 就是1 and 1 所以and它有时候会取代在英语中的 我们讲的那个加 加减乘出的加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simple b的简单的句型中 我们simple b simple b它一定是这样子 它就描述 某个人事物地方等于另外一个条件式 他们两个其实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是个老师 我是一个条件式 老师也是一个条件式 但是我等于老师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两边互相的去做一个补充 你就得到一个答案 I'm a teacher David is a teacher You're a student Nancy is a student 这个意思 这就是一个simple b的句型 所以are you and James students 如果这个叫做疑问句 如果是肯定句的话 就是you and James are students 否定句是you and James aren't students 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simple b的句型 I am not I am not 记得 我们昨天有教过 在非常简单的简答时 不要用缩写 除非你后面有个想答 想答的话就是在 no I'm not 对不对 no I'm not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打个逗号 I'm not home thick 再打个句号 那这个时候你用 你用简答是可以 看你是要简答 还是想答 are you tired 这个就是simple b的另外一种句型 simple b的另外一个句型 就是主词加逼动词 直接加形容词 直接加形容词 是simple b的第二种句型 然后我们形容词 做一个反向形容 这个叫反向形容 are you tired we are not tired 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写什么 no we are not no we are not 在这个地方 好那我们先来看 以where we去守 所造的问句 in the library he is in the library 所以答案是 he is in the library 在这个地方我们写个 介细词片语 讲到介细词那一章 我们会把这个in the library 为什么会等同 he is in the library 做个解释 所以我们先看 he is in the library 所以我们把b动词 移到主词前 is he 记得介细词片语 是造钞的 in the library 我们先把这个造钞 回去 那这个答案 因为 你是要问他在哪 把这个 不知道的这个答案 打一个问号 再往前 in the library 当然是表达一个地方 所以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就用where where is he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答案 所以去做一个删减 where is he in the library he is in the library in the girls' room in the girls' room 那就是这样 我们一样 she is in the girls' room 把它往前移 is she in the girls' room is she in the girls' room 打个问号 in the girls' room 我们再把它circle起来 它是一个不知道的答案 往前移 where is she where is she 为什么老师要求你这样做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检 检视一下我的学生 他知不知道 为什么他这样去造问句 像老师这样写的话 我比较肯定点 你知道他是一个 从肯定句 转成疑问句 他又在转成问句的一个方式 你是把怎么知道答案是这样移过去的 所以可以试着用这种方法操作一下 你会更明显地了解到你了不了解你为什么这么做 in the gym they are in the gym 把它改成一问句 are they are they in the gym are they in the gym 先打一个问号 再把and the gym 这个地方circle起来 再往前移 and the gym代表地方吗 where are they 好 看起来就不简单了 同样了 i am in the lounge room 注意一件事情 你的答案是i am 位移过来的时候就写are you 对不对 问i 怎么会有i是一个答案呢 当然是问你才会答我嘛 are you 这一段招操 in the lounge room are you in the lounge room 再把这个答案circle起来 往前 where are you in the lounge room i am in the lounge room 同样啊这边 问类答类嘛 往前移 are they in the classroom 一样打个问号 把这个circle起来 往前 位移 where are they where are they in the classroom they are in the classroom 再来看哦 she's in the office 往前移哦 is she is she in the office is she in the office 当然 in she in the office 这是一个 一问句 yes no问句 再把这个往前移 where is she she's in the office she's in the office 我顺便来跟大家讲一个为什么我称这个叫做一个位移啊 为什么我们称这个叫做一个位移啊 我们看第一个in the library she he is in the library he he is in the library he is in the library 可数 countable 且为单数 所以他 可数 又是单数 cou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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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普通名词 那普通名词 在句子中 他必须 有什么去做一个辅助 大家再记得一下 普通名词因为太普通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前面加个形容词 让他特别一点 所以一般来说普通名词在句中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在前方加上贯词所有格或者指定代名词 贯词article 有指定跟不定 好 所以告诉大家他是特定的还是不定的 所有格则是告诉ownership是属于谁的 指定代则是告诉你这是远近之分 对不对 也告诉你这个那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问什么 我们会in the library 我们会加上这个贯词 你也可以写in a library 没有说一定要in the library 你可以写说in a library 两者之间在差异性在哪里 in the library会给别人知道说 或许 就你跟这个人的对话之中 这附近就一家图书馆而已 是吧 图书馆也不常见 不是到处都有图书馆 也许这附近刚好就只有一个学校 而那个学校图书馆 所以你讲in the library的时候 我们很能理解的就是他就是去了那一家图书馆 但是如果你讲in a library那是不一样的印识 那代表你家附近可能有三家图书馆 他可能去了其中一家 所以我们在讲英语 我常见到的就是有蛮多学生在问老师 为什么一定要写in the library 我说没有 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写in the library 但他说我老师说一定要写in the library 我说也可以写in the library 没有说一定不能用而 所以我刚刚这个解释的方法 我希望听懂 听懂的同学就了解 你不加是不行的 因为它是一个common nouns 它是一个普通名词 普通名字在具体中出现 它本来就需要做修饰 modify 对不对 你没有做modify的一个动作 它在语法上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刚刚讲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看到in a library 或in the library he's in the library 否定是叫什么 he is 这时候我们加个not in the library 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not在句子中它出现时 它是一个副词 它是一个advert 我这有的人会听 这个会有点困难 但是我们先看 我们从你一个基础 去理解英语的语法 he is not in the library 这是我们做一个副词 副词会去做 一个modify emphasize的一个动作 透过这个副词 我们知道这个句子 已经从positive变成negative了 从肯定的变成否定的了 所以很简单 这两个句子只插了一个字 这两个句子只插了一个字 也就是not 也就是not 透过not 我们知道它已经是变成否定句了 透过not 我们知道它已经是否定句 所以我们英语的基础词句型 肯定 否定 再来 我们变成疑问句的时候 注意一件事情 我再讲一下 B动词 它有动词的能力 它有动词的能力 它也有连接词 它有做linking的一个动作 连缀的一个动作 它也有 它当B动词 它有连缀的一个 但它也有什么特性 助动词的特性 它有助动词 类似助动词的功能 但它也可以当动词 这是一个最特别的 所以我们讲beaver beaver它没有归类在助动词 也没有归类在动词 我们知道 动词 动词中有些动词 像do does 它同时也是助动词 那什么是助动词 助动词 它本身就是帮助动词 去决定时态 这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所以助动词 它就是决定时态 但是有些动词 它同时也为助动词 像是have has have has had do does do does 它也是有助动词的功能 所以我们先讲 就do跟have这两个 再来就是beaver 这个是比较 让一般人感觉到混 很混 但是去掉这三个之后 剩下都简单了 它要么就动词 要么就不是 它们要么是动词 要么就是情态动词 就没有分那么多了 如果它是动词 它也分有极物动词 跟不极物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不要把它 想得太复杂 所以我们先讲 beaver跟助动词 既然都可以决定时态 都可以帮助动词 去决定时态 所以在简单 simple b的句型 在simple b的句型中 你会常常看到一个动作 就是当他不管是肯定或否定 把他b动词 位移 移到主词的前面 is he 这个时候他做一个位移的动作 in the library is he in the library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这个beaver 它移到句子中前面 移到句头 但它同时 有一个助动词的感觉了 有助动词的 帮助句子去决定一个 时态的一个现象出现 is he in the library 这时候它就变成一个什么 疑问句 yes no 问句 再来 这一段是最复杂的 也就是我们讲的 in the library 它在前方变成where where is he 在这个句子中的时候 一般同学们会问 那这个where 又是什么词 当然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它是一个疑问代名词 疑问代名词 但是它等同后面的介细词片语 对不对 所以它在位移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一直移过来的这个beaver 前方再加的这个词 到底是什么词 一般我给大家做一个定义 它其实是个副词 它去做一个modify的一个动作 修饰它等同替代后方的任何词 当然我们知道它的词性 它的词性是什么词 是代名词 疑问代名词 它的词性是疑问代名词 也就是我们讲它的词 它叫疑问代名词 但它的性质是副词 因为它在做一个修饰的动作 它在做一个直接等同后面的那个词 不管它后面那个词是动词也好 动作也好 地方也好 什么也好 所以疑问代名词往前位移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讲有what,where,when,who,why,how,hutch 对不对 那你用它去替代名词 或用它替代形容词 或者甚至用它去替代副词都可以 所以它本身在这个位置所扮演的角色 它就是副词 它去做一个修饰 等同的一个动作 只是你会放的词不一样 你可能放where 所以它有个特性 它替代的那个是名词 它就是名词 它替代的是形容词 它就是形容词 它替代的是动作 那它就是动词 也听懂老师的意思吗 对不对 所以你在做一个问句的一个pattern时 这样子移过去的那个词到底是什么词 它其实就是副词 只是说随着你的答案不同 它也等同那个词 但是它在这个位置 它是副词 一般来说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照这个问句的这个pattern 这个pattern中它是副词 只是说你得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What do you do? 对不对 I'm a teacher Teacher是我在会做的职业 对不对 Teacher是名词 So what do you do? Don't know what? 替代什么 是名词 对不对 How long you work? 对不对 How long have you studied? Last night I studied eight hours last night I study How long 对不对 How long是问几个小时吗 对不对 I studied eight hours 对不对 我学了八小时 但是这个 这个how long have you studied 的时候 你同时会有两个答案吗 I studied eight hours 对不对 Study time eight hours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它是一个模拟两可 对不对 模拟两可是学了八小时 对不对 这是你的完整答案吗 对不对 所以看到它 在这个地方 它所取代的一个 这老师跟你讲它的特性 好 我们来念一下 看这个第四大题 Where is he? In the library He's in the library Where is she? In the girls' room She's in the girls' room Where are they? In the gym They are in the gym Where are you? In the lunchroom I'm in the lunchroom Where are they? In the classroom They are in the classroom Where is she? In the office She's in the office 好 再来 同样我们来看用who为举手 来去找这个疑问句 I am a teacher I am 就变什么 Are you 对不对 好 那当然 Who are you? I'm a teacher Who are you? I'm a teacher 好 再把下一页拿出来 我知道 有的同学们 平时他可能看老师写的教材 看起来很简单 听老师在做语法解析 是又觉得难度 为什么老师做的视频 大部分我都是做发音的视频 我比较少做语法的视频 看老师的解释 我相信如果没有透过直播 这个interactive互动 看我边写边讲的话 很多人 甚至从中间跳进来的话 可能我不知道我讲的算难还简单 这是一直也是困惑我的地方 困惑我的地方 因为我看不到真人 我不知道我在讲的这些道理 有些人能接受不能接受 因为我当初一开始 在走英语教学的线下的话 我是教成人 我不是教小孩 我后来自己开了 自己的科副班 我才是开始教学 一开始了 我一开始是教成人 后来我教国高中 最后我比较屈服一点 就连小学都教了 但是我发现小学的 他如果听我这一套的话 他会很痛苦 因为我的教法的话 比较他需要一点理解力 所以大家可以 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这样教大家能不能理解 he's in the he's a taxi driver 所以我们用is he 问他就打他 who is he who is he he's a taxi driver 问they呢 答案是they 记得把他 they are are they who are they they are teachers miss welson she is is she who is she who is she she's beswelson we are we are are you who are you we are teachers Mr. and Mrs. Brown 怎么样 they are are they who are they they are Mr. and Mrs. Brown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用who的 比较简单一点 用who的比较简单一点 再来用what what就比较特别了 同学们 我知道我们在学英语 记得老师讲的 lucky seven 外国人特别喜欢 七这个数字 为什么呢 人称代名词 are you he she we are they 七个 疑问代名词 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huch 七个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发现嘛 你用are you he she we are they 这七个 人称代名词 去替代 世上 所有 不知道的 人事 物地方 时间 去替代 世上 所有 不知道的 你用are you he she 意味着去替代所有已知的知道的人事物地方时间所有的名词 然后你用what where when who why how huge 去替代所有未知的不知道的名词形容词对不对 或任何词对不对 这是一个答案嘛 所以这个lucky seven嘛 他可以用这七个去代替已知以及未知的任何事物 对不对 好 但是what比较特别 但是what比较特别 what比较特别 所以很特别 我们知道what 替代事物 where 替代地方 when 替代时间 who who 代替人 代替人 替代理由 how 替代形容词 以及数量 whoch who who 夺选1 所以how跟who 比较特别 一个是能替代形容词 像how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不是w开头的 所以它替代的是形容词 任何形容词都可以用how来问出来 跟数量有关跟how来问出来 所以how是唯一一个不去替代名词的 其他都替代名词 那当然比较特别也就是我们在讲what 跟when这两个字 一般来说 既然when是专门问时间的 但是要小心what也可以 你可以讲what time 去问出时间 你可以用what time 问出时间 甚至你可以写what month 问出是哪个月 对不对 也会出现时间嘛 对不对 what year 对不对 也可以问出时间嘛 哪年嘛 所以what跟when在某些 我们在照这个 问出时间的一个句型中的时候 要记得what也可以问出时间 这是一个比较 大家就困惑了 既然what可以问时间 干嘛要有when 这就是好问题 这就是好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或许在一开始 一开始在大家在创造这个英语这个语言的时候 what是先出来的 所以当时并没有有when这个字 但是后来当然用when来照问句来替代时间 也可以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句型很奇怪 怎么都变成用what去问时间出来了 那when是做什么的 那没办法 它就是一个近 可能当时已经习惯用what了 只是还是要 还是希望说多一个字 专门是用来问时间 所以就when 所以英语很多基础的问时间 反而用what比较多 what time do you go to work when do you go to work what time do you go to work 不是意思意思一样吗 对不对 所以用what为句首 来找疑问句 it's a flower 反应过了 is it a flower is it a flower it eats 就is it flower 不知道往前移 what is it it's a flower they are 就变什么 are they rab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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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移变什么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re rabbits they're rabbits it eats 就变什么 eats eat an e-raiser e-raiser 打个文号 e-raiser what chinch what is it what is it what is it it's an eraser it's an eraser it's an eraser a crayon a crayon is it a crayon crayon a crayon 画起来 往前面去做一个替代 复词的一个动作 所以记得老师竟然在讲了一个东西 一个概念 基础语法就是扎根 我希望同学们能了解我在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教你什么叫扎根 如果英语不懂的话 看着老师是怎么移过去的 重新再去想一下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会的到底是怎么搞的 they are 就变什么 are they 对不对 问他答他吗 so rabbits 写进来 rabbits 这个是答案吗 what are they what are they they're rabbits 这是怎么去把 这个问句 把他问出来 当然这个地方 等一下 这边少写个 你会发现 flower的时候 flower的时候 单数我们就加 这为什么 如果是flowers 记得我们再讲一遍 flowers 复数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加 记不记得老师讲过一个概念 因为flower 它是一个common noun 它是countable 可数的普通名词 如果在句子中 出现时 我们一定要去给它做一个形容的动作 所以我们放 而 形容为单数 放s 形容为 复数 听懂这意思 为什么你可以写 they are flowers 用复数 那flowers 前面要不要加罐词 不需要 不需要 在这个地方我再讲一下 这也是最多人在问的问题 再听老师讲一遍 it is a flower it is a flower they are flowers they are flowers 我最常遇到的问题就在这里 It is a flower 这个句子对不对 对啊 因为它是一个名词 它是可数 又是普通名词 所以我记得David老师跟我讲 普通名词的时候 因为太普通了 我替他加一个形容词 去形容它为单数 它就不普通了 因为这个名词 记得我们在讲一个重点的地方 名词在句子中出现时 必须有形容词形容 这是我跟所有的人 不管它是高阶英语低阶英语 Avance Intermediate Basic 都套用这个关系 当然这个条件是很严苛的 你要先了解 为什么我讲 名词在句子中 必须有形容词 这不是在骗你的 这是确实是这样子 只是你有意识跟无意识 有发现到它有形容词而已 当然如果它是普通名词 我们可以在它的前方加上贯词 所有格 指定带 去做一个形容的动作 如果它是普通名词 甚至我可以加个S 形容它为负数 注意这概念 但它如果不是普通名词 它是专有名词 它本身就是很特别了 所以你还需要去对特别的事物 再形容一下吗 难道这世界上有两颗太 两颗太阳吗 两颗月亮吗 你讲到月亮跟太阳 它本来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物 黄金不特别吗 你想要有就有啊 那黄金就不会这么贵了 懂这意思 所以很多不可数的名词 它本身就不是属于大家的 你不可以无限拥有 它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 你买不起 你没有办法对它产生所谓的 ownership 拥有权 这讲的白一点 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这样东西的 无限或者拥有权 或者你也无法买它 它就是一个那么特别的东西 所以它一定会产生一个 uncountable 不可数的一个 或者我们讲 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proper noun的这个概念 这是讲最简单的概念 当然有些人 老师我家好有钱 我要多少 黄金多少 这类型的学生 我教不了 因为就是台杠 杠金 杠金通常学英文也学不好 因为他不愿意去放下身段 去洗开他的脑筋 去接受别人在教他的东西 那就是钢筋 那就是钢筋 我以前也当过钢筋 所以有段时间 我实在是也学不好 不要去当钢筋 当钢筋是没有用的 人家在教你 然后你一直提 反向的一个 feedback 那有什么用 不会的是你又不是我 对不对 所以最常见的 They are the flowers 老师为什么我不可以想 the 它已经形容为负数了 记得我们讲过一个概念 指定词 所有格 罐子 三者不可混用 那复数型的时候 看条件是 我不是说你不能写 They are the flowers 对不对 我不用 here 我写 here are the flowers 我用here这个字 对不对 Hey Have you seen my Have you seen my flowers Oh I lost it 你有看到我 Have you seen the flower I purchased 你有看到我 买的那些花吗 Yeah I did Here are the flowers Here are the flowers Here are the flowers 你有看见我买的花吗 是啊 这里就是这些花 所以当你在复数的这个名词前面 再加定罐词的时候 这时候它是代表特定的了 你有看我买的花吗 Here are the flowers 所以不是说不行 看你用在什么状况 这个情况你如果在不需要加 你已经加了复数的这个名词复数的一个s尾巴了 Purl的这个surface Purl的这个尾错 你还不需要加的 不需要 你就用 你就用第二例句就好了 这边第一句 第二句 第三句 第二句 They are the flowers 已经是一个答案了 你不需要说 They are the flowers 对不对 当你用the flowers的时候 它就代表特定的花了 不是谁的花 你的花 我的花 就是这个花 它翻成 就是这些花 这个意思 好 我们来看 引导翻译 我再做一大题好了 给大家凑个整数 只要一个小时 其实我也会累 我常跟初学们讲 其实我也会累 因为 等于我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打底 如果我早上不直播的话 其实我可以多几个小时休息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跟老师学英语就是这样 不停的扎根 随便破除一个迷思 我们来破除一个迷思 因为我最常遇到的就是 蛮多同学问 你怎么都不教语法 我不是不教 教起来很累 而且怎么讲 很多人听过我讲语法 他会说 我比较喜欢听你叫法音 感觉简单多了 Mr. Smith是一位警察 所以你看Mr. Smith 等于一个警察 Mr. Smith三人称单数 所以我们先看看一个对等的条件 Mr. Smith Police Officer 人都是单数 所以我们就用什么 Eats Mr. Smith is a police officer 我的书 一些书 所以你看看他一些书了 My books on the table 在桌上 books 复述 鼻动词用R My books are on the table 门是开的吗 看到 The door open open是当心动词 所以什么 Is the door open Is the door open 那些狗在床底下吗 看到这个是 复数的 dogs 所以我们是什么 Are the dogs under the table Are the dogs under the table Anna 站在她的卧室里 Anna in her bedroom 对不对 Anna eats in her bedroom 你看到隔壁是邮局吗 所以我们看 Bang Bang next to the Post office Bang 单数 Is the bank Is the bank next to the Post office Shirley Shirley's pen Shirley的 pen 这个是什么 单数 In her pocket Shirley's pen Is in her pocket 他们现在在家吗 Are they They They是怎样 They are Are they 对不对 They are Are they Are they at home now 这时候现在是几点 好玩了 两个 What time is it 或是你可以问 When is it 用what time 会更 proper What time is it When is it What time When is it When is it 那用what time 会更proper 一点 然后把这七个 再重力 一遍 Mr. Smith is a police officer My books are on the table Is the door open Are the dogs under the bed Anna is in her bedroom It's the bank next to the Post office Shirley's pen is in her pocket Are they at home Now What time is it 希望大家 会喜欢 我们的曾经 英语教学 曾经英语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在教的是 基础语法 我们在教的是 基础语法 今天差不多到这里了 明天我们早上继续 老师大部分都是8点多 今天的话是8点20开的 不一定 当然有的人问 到底什么时候开 没有办法 我不能确定 因为早上都是起床 要送孩子上学 有的时候我会去买一些菜 有时候我会买一些 今天晚上可能 孩子们喜欢吃的菜 去 菜市场之类的 所以不一定 有时候耽误到 有时候没耽误到 但尽量老师都是在 希望说8点半的时候 我会准时的做一个开播 还没有加关注 老师同学们可以关注 我们早上都还是一样 做一个公众课程 今天已经进入到第40场 所以可以听听看 老师在教语法是怎么教 顺便听听看 跟你学的有没有一样 可以听听看 好 今天老师就要在这边 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呢 都会让我 这边